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MiuTV 今天我們來到San Maurizio 這個地方 在我身後就是Max Mara的工廠 所有他們的衣服 都是人手在這裡做的 今天我就要帶大家看看這些衣服的工具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現在我們準備進去Max Mara的工廠 現在我們身後就是Max Mara的工廠 簡直是很震撼 一望無際 大家看到我身後的衣服 這些全部都是經過了他們很多工序 很多人的心血砌出來 很有心思 Max Mara的founder 就在80年代的時候 就決定將他們的工廠搬來這裡 88年的時候正式開始用這個工廠 去produce他們的jackets和衣服 原來Max Mara是最後一個品牌 在意大利本地裏做他們的mass production 可能很多品牌會在意大利有工廠做他們的prototype 即是他們的版型 講到真的整件衣服 mass production 在意大利本地做Max Mara 是最後一個品牌這樣做的 那究竟為什麼他們選擇在意大利做他們的factory呢 就是因為quality control 當他們的廠在意大利的時候 他們可以直接控制他們用的fabric布料 stitching和機器的研發 他們用的這些機器都可以馬上做調整 那我們今天就會分享不同的工序 逐個step給大家看到的 第一個工序fabric check 第二個quality control on他們的fabric 如果有些defect的就會抽出來 第三個步驟就是把那些fabric 躺平攤出來 第四就是紙樣的cutting 接著就是把每一塊布料加一個product code 加fusing interlining 把布料拿去sewing和stitching room 把不同部分的布料套在一起 變成一件完整的外套 加Lining和final part hand stitching on他們的這些扭 接著就是Ironing 躺衣服 最後當然是加tagging和packing 第一個部分這個位置呢 他們去check他們的fabric 究竟有沒有defect 因為他們對布料quality非常講究 他們的布料上面有任何少少的瑕疵 他們都會抽起 下一個步驟就是剪裁 九幾年的時候 他們還是用人手去剪裁 但到現在呢 他們已經upgrade 了這部機器 去第三代 是用機器去剪他們的紙樣 剪裁他們的布料的時候 會盡量用盡那塊布的面積 剪剩下的leftovers 他們也會upcycle 將那些物料循環 再做到另一個collection 這個collection就叫做camelins 那他們剪完紙樣之後呢 就會將不同的部分 這樣分部分擺出來 大家看到後面這些布呢 每一塊布呢 都有一個tag 它上面的tag就會記錄了 它究竟是在哪一個衣服的style 哪一個人紙做produce的 好像一張出細紙一樣 按這個fabric上面 非常震撼到 完全看得出他們做一件衣服的要求 有多高 因為他們每一天要produce 300件衣服 他們每一件衣服都是用同一塊布去做的 製作的過程 他們的布裡面有任何少少少的瑕疵 他們就會翻回來 他們會用原料的同一塊布 再重新做整個工序 每一個他們用的fabric 剪證出來的物料 他們都會放在那裡 aspect up 之後的時候可以用 因為呢 有一些衣服是有腰帶 很厲害 它每一條腰帶上面 都有他們的出細紙 那個tag 因為他們要make sure 是同一塊布 同一個fabric去做出來 這樣才可以配合整件事 一致 不會說那個顏色 或者怎樣 是不同了 每一塊呢 都不一樣的 全部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是他們的code 總之所有關於這一塊布料的資料 都會在這個code裡面 一scan就會知道 我們來到下一個步驟 fusing interlining 就是一些布料 某一些位置上面 是需要特別挺的 就像我身上這件 101801的VADAM code一樣 HOKI這些位置 在需要挺一點的時候 就會加這個fusing lining 去令到它的fabric 挺到那個texture 是有一個layer的轉變 他們現在做的這個工序 就是把他們的紙樣去對 因為如果有不對稱的話 他們就會將整個抽起來 因為他們要確保每一個紙樣 都是對稱 例如左邊的袖 和右邊的袖 是不是對稱 所以這個呢 都是Quality Control之一 我們下一步呢 當布料啊 全部已經ready好了 可以開始去做stitching 塞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去到工場的另外一邊 就這邊 跟我來吧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fabric 都已經放在這些位置 準備去做stitching的部分 那這裡的workers 跟很多一些做衣服的工場 可能有點不一樣 可能平時會是一個人 去塞了整件衣服出來 所以這裡呢 他們想做到正點 每一個workers 他們只負責一個部分 即是如果你是負責做舊的 又不僅是需要做舊 需要做舊 又不僅是需要做舊 就好像我身後這個workers 那它呢 就是specifically 只是塞衣服的pockets 當他們的setting是一樣 他們每一天 很精的去做 只是一個部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提升他們的productivity 剛剛我已經提到 他們每一塊fabric 要用最少最少的蒸氣去處理 才可以保持布料的quality 這個部分就是 他們把一些已經塞了的linning 因為他們要輕輕用熱力去處理 他們才會平 如果你不處理的話 它就會脹起了 但是這個部分呢 他們很specific 因為呢 你會看到他們的燙頭 是用很少很少很少的area 只是燙那個邊 去令到那個fabric 看來是更加的貼服的 好了 來到這個部分 當他們的手袖啊 領啊 前啊後啊 每一個部分都已經塞好了的時候 把每一筆的fabric出來 然後呢 這裡的stitching的workers 就會把它塞在一起 變成一件衣服 是不是很神奇呢 這裡呢 塞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件外套的啦 當它塞好整件衣服之後呢 不會需要摺起來 因為呢 你摺起來的時候 會用壓痕 塞好之後呢 就立刻掛起一件衣服 之後做你的工序 或者是做tagging 加個belt的工序 就會直接過去了 總之每一個步驟 都是減少壓紋 將所有部分 stitch在一起的那個workers 就會在這個步驟的時候 做quality check make sure 每一個部分 踏符他們的標準 才會stitch在一起 哇 原來一件Max Mara的衣服 是經過這麼多的工序才做好 我現在開始呢 會好好珍惜 我的Max Mara的衣服 好好對待他們 因為每一件衣服 都是經過很多的心血 才做到出來的 好像我身上穿的 101801Madame Coat 你會看到它裡面 有一個尾 這個部分呢 就是將尾 塞在衣服那裡 但我發現了 原來它的尾 都是非常講究 待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那個尾 最瘋的是 當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看到 所有東西是對稱的 你會看到 M字是對稱 你會看到 Pocket 它這些摺口位 對上那個pattern 還有後面大家看到 Pattern也是對上位的 只是那個尾都這麼講究 好 講完Lining的Stitching之後 就要講一些扭 它們全部都是在這個步驟裡面 開它們的扭 它們正在做的就是我這件 101801Madame Coat 剛才說到 它們因為不想有任何咒摺的關係 它們一做好衣服 一拼好每一個部分之後 立即掛起衣服 減少壓紋的 這件這麼熟口面的 它們連Iron的部分 都分開了每一個部位 是不同的人去做的 這麼大的機器 只是燙三嶺 它只是燙三嶺 好像在看Iron Man 有一個規格 很厲害的機器 非常細節 非常廣舊 它們是凌空 有一點點距離 把熱力最平均的壓一下 然後就燙好了 剛才那裡是三嶺 這裡就只是燙手袖 你會看到它燙的時候 是有一個距離的 看到嗎 好了 來到最後這個部分 當所有部分的Stitching 已經做好了 燙好之後 下一個部分就是Tagging 這裡就是上他們的Tag 去到這裡就是 最後的Quality Check 它們的Workers 就會把每一個部分 很仔細地翻開來看 看看裡面的Lining 射得正確 長度 尺寸 是不是平均 然後他們也會檢查 樓有沒有射得正確 Quality Control 每一個部分很仔細地 檢查完 OK了 它們才會更加 超級無敵 打開眼界 來到這裡才知道原來一件外套 是要經過這麼多的工序才可以做出來 而且是這麼嚴謹 那個Quality Control 是看得這麼仔細 我覺得是很刺激 希望這條片 不是只有我學到的東西 希望正在看的觀眾 你也學到的東西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Muse TV 我們Muse TV 會拍更多更多的內容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 還有我們的觀眾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